大家圍成一圈正在公尼貴 這個動作為製作年糕中最有趣的一環 為了在過年前夕 讓長者們吃個年糕 體驗過節氣氛 以及將傳統製作年糕的技術流傳下去 避風社區發展協會 邀請社區居民 一同來到活動中心DIY年糕 很小阿公阿嬤很高興 已經很久很久 看到人家的年糕以外 也很久很久 我們經常吃到這麼好吃的年糕 所以在我們今年 我們又辦一次 再把這個活動 我們也願意辦這個活動 可以把這個技術傳承下去 所以我們有很多年輕的技工 自己去學習 把這個活動可以繼續傳承 把它拖開 讓我們這個技術不要失傳 譬如社區主要是參美 美可以透過不同的技術 或透過不同的技術 我們可以讓它再做 讓它的生命力延續 勢必讓我們避風社 當作為另外一番的新氣象 這次所製作的年糕 跟一般店家所販賣的不同 他們烹煮方式不是用蒸的 而是用煮的 過程中也較容易記住 讓每個道場體驗的社區居民 都只說有趣又好吃 就像我們這個老大人 很可愛 就很可愛 都會說要吃豐富 要吃豐富 就要幾萬一塊過 你知道嗎 豐富不是只有這樣好吃 煮火的過程 太乾 夾夾 夾紙 太淡 還不煎 暖暖 就是要控制得很好 可以用這樣 就是要放水的人 要放水的人 這樣煮起來才會煮得好 以前年糕 純粹是第二年 現在都不用自己做煮法 所以都很愛 我們這社區 這些老大人 這些福祉平衡 不是說來做來不來做來不來 你覺得要放到雞 我放到雞 它比較好 第一次做年糕 我感覺這些事情都很厲害 我熱得年糕 都走去外面 不過他們很厲害 都不會走出來 然後一塊一塊給我加 我第一次 學到做豬粿 我感覺很興奮 也很高興 古早人做的豬粿 這種技術 應該要傳承下來 讓我們這世紀都可以慢慢的 學到這個做豬粿 不要讓這個說 阿伯都是工程在做豬粿 我們自己 學到也可以自己 跟我們的時段 一起做豬粿 不用感情 年糕找奇事用於祭祀神靈 以及祭拜祖仙石的貢品 後來逐漸成為一種農曆新年食品 而避風是盛產到米的社區 年糕也是米食的變化食物 藉由活動 希望把社區特色展現出來的同時 也讓長者與年輕世代作為交流 把傳統的好手藝流傳下去 明信問林軒草屯採訪報導